民進黨全代會九月二十四號 將在圓山飯店登場 會議當中最受關注的 就是要求特赦前總統 陳水扁的提案 將會列入議程 綠營的赦扁聯盟 積極號召連署 黨代表五百九十一人 當中已經有五百一十一人 簽下連署 比率高達八成六 而且民進黨縣市長 連署率百分之百 我覺得應該是到 積極面對的時刻啦 就是說 其實你有不同的意見 那也可以提出來說 到底你的主張是怎樣 我們展現一致 對他面對司法不公 這樣事情的一個聲援 那但是最後還是要回到法治面 跟這個是這個總統的特權的 這個角度上 過班綠委讚蝦 還傳出陳水扁親自用LINE操盤 下指導期 聽到有人反對射扁 他就傳來詢問原因 搞到對方表態相挺 但阿扁深知小英 欲強則強性格 適時放軟 勸大家別罵蔡英文 強攻又軟勁 讓黨內緊張氣氛升高 只是基層和高層意見分歧 府願以非以黨領政冷處理 就連長期為射扁案 奔走的僑王柯建民 也反對用連署逼蔡總統表態 自己人左戳右推 往內施壓 9月20號民進黨開中常會時 嘉義市長突醒哲發難 要求黨中央對射扁案 拿出一致態度 指導敏感議題 小英沉默全場掠過 凸顯綠英射扁壓力鍋 恐怕瀕臨臨界點 記者華少平收入米SNG小組 泰北報導 大臺 我們看見